她抑郁斩断七年婚姻 我已经下定决心离这个婚 而她要离婚的原因似乎很简单明了 我就是嫌弃她年龄比我大 比我大九岁 我对她那个人一点感情都没有 讨厌 对于她的心思 作为丈夫的她早有所知 因为嫌弃我 记得有一次人家说我是她老爸 但她却绝不相信 这就是妻子要离婚的真相 当嫖姐开始 面对她的挽留 她时而气愤 时而无辜 时而痛哭 我实在跟你过不下去了 我只求现在 好举好赞 她控诉婚姻无碍 万般挣扎 她却坚持使她变化多端 有感情 今天说的话跟明天说的不一样 说变就变 为何调节老师们也觉得她变化莫测 你太能变了 你是一个容易让人看不懂的人 胡女士 你很矛盾 别让蒋先生到现在为止 还是云里雾里 她要离婚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 又是什么样的意外信息 让她突然情绪激动 抑郁放弃调节 我现在走了 我回去了 你别提 你别提 我过不了 我过不了这个场 最终她能否找到妻子 要离开的答案 面对去意已决的妻子 她又是否会选择放手 调节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节 来调节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本栏目由豪氏首席特约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节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崇洋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一位是胡女士 一位是蒋先生 我们了解一下 两位当事人 今天各自有什么样的诉求 我的诉求就是 跟她尽快离婚 提出离婚这件事情 是什么时候 是我先提出的 去年回去过年的时候 我就说了 我不疼于离婚 我是来调节和好 你觉得你守住一个 没有感情的婚姻有意思吗 我问你 守住一个空壳有意思吗 都到了这个地步了 这个问题好像不严重了 这个补救的回来 所以说我最讨厌你这一点 就是对自己太自信了 太自以为是 懂吗 什么都不重要 从来都把我说的话 当作耳边封号 就开玩笑一样 我都说了 你就算来这里金牌挑点 你也挽回不了什么 我还是那句话 离婚 一开场 胡女士就情绪激动 声称婚姻早已破败 然而面对她的声思力竭 蒋先生却一脸懵 在她看来 夫妻俩根本就不存在 什么大问题 离婚更是她从来都没有想象过的 很快 胡女士就说出了两件 导致她下决心离婚的世界 我说我初三要上去 我初二我就跟她说了 我说你明天送我上一下车吧 她说行 天大的事也比不上老婆 坐车重要 第二天她给我来一句 我下午要放气球 没时间送你 你就坐老表的车去吧 我当时 我眼泪就已经掉出来了 让我心灰意冷 她对你不好的意思 还是她确实有事 她确实有事 但是在我心里面 什么事都比不上 自己老婆才回来过完年 然后要上去打工 她没有想到这一点 懂吗 她就以为她的事重要 送老婆不重要 我一下子我心凉了 初三上去 刚好人家打电话 又叫我去做事 她说是这样子吧 那你去做事就做事去做吧 她说你不送也行 当时她是这样说的 不是说我非得要去赚钱 不送她 我没这个意思 你并不知道 她把这个事看得这么重 对 上到广东上班 上了有几天了吧 我没有生活费了 我只贷了几百块钱 然后我就发微信给她 我说你微信上面有没有钱 打两百块钱给我做生活费 过了几天 我打电话给她 我说我发给你的微信 你有没有看到 她说那微信不用了 我有一个新微信 然后我就一下子懵了 我说你有新微信 你怎么不加我 她来一句她说 我没时间 没顾虑上 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我要这个婚 我已经下定决心离了 我不顾虑那么多了 那两天是确实是 我在家里做事 白天做事做累了 晚上 打了床就睡着了 哪里还有时间 往手间 没来得及加她 那我微信里面 一个人都没有 我现在在微信里面 都才几个人 所以并不是不重视她 不在乎她 对 其实她说这些东西 都是小事 不值得一提的事情 是不是 你像这些东西 聊口子过日子 这些事情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都不是理由 对不对 这个婚姻 我一而在再而三的人 我就跟她说了 我说这个婚姻 我也没看好 我也没打算过 我就直接跟她 在你面前说了 她总是以为 我是有口无心 刀子嘴豆腐心 蒋先生对胡女士的 不上心是显而易见 但要为此离婚 胡女士的理由 似乎不太充分 随即 胡女士又说出了一个理由 那就是 在广东打工的她 很希望丈夫 陪她一起去打工 可是 丈夫蒋先生 却待在家乡 为了取一门手艺 愣是跟她两地分居 她学了 她学了那个索辣 她的心就已经野了 她学那个时候 她跟我提了一下 我已经坚决反对 我的想法就是 年轻人要在外面打拼 而不是说学这个 在家里 因为你才三十多岁 学那个一般都是四五十岁 你觉得你学这个有意思吗 你希望她能出去闯一闯的 对 她感觉到我说的话 好像是在开玩笑一样 完全没放在心上 她说 我师父都拜了 我说既然你自己决定了 那我也没话说 正常她学了那个喇叭 我们微信电话也很少打 改变了我对这个婚姻的看法 好像我感觉到就是说 不是我想要的婚姻 这个决定 产生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对 因为那时候我就问她 我说你能不能花点时间陪我 我说你晚上没时间 我说你白天花点时间给我 我说你看人家 都带着老婆去哪里玩 去哪里玩 我说你一天到晚就做事 她来一句 她说不挣钱啊 老夫老妻了 有什么好赔的 后来我就不肯生了 如果啊 如果比如说 她并不是去学唢呐了 是做一个你认可的事情 她也很忙 也没有时间陪你 你会有这么失落吗 不会 因为她如果不在家里 催那个唢呐 最起码她在广东 有时候她放假会过我这里 是不是 既然这么反对 蒋先生为什么坚持呢 我当时跟他解释的是这样说的 一多不压身 我只会搞装修嘛 花那个乳胶期 我们这个行业 搞得五十出头 人家工地就有点嫌弃了 我说我年龄比你大那么多 是不是 我比你大十来岁 到时候小啊小 我们家这个 胡兰花骨戏 索辣 二胡那些东西 红白喜事都要用那个东西的 也是算是农村里面一种文艺 那个又挣钱 是不是 我就说我学给学这个 但是我学那个东西是很忙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同意吗 他说你年轻期你在家里做什么 我是为了这个家 我学吹首娜的时候 我叫他好几次 我说你回来 你不要在外面去打工了 我说你不可能在外面永远打一辈子 你觉得他愿意回来吗 他不愿意回来 他为什么不愿意 他意思就是说 跟你结了婚 你没有权利限制我的自由 他就是喜欢在外面去打工 他那种想法 人家说能往高处走 可他呢 就好像老是不往高处走那一方面 老是喜欢去学那些 六零后的那些老人家学的那一种 你有没有感觉到他很需要你赔 或者很需要你跟他的互动多一点 他要是感觉到的话 就不会走到这地步 我没感觉 没感觉 我只顾着挣钱